你有哪些玩懂的道理? 道理这个词啊 好像不值钱 听上去 又虚无的存在 实际上无处不在 就是这儿了 如果你重活一次 你这辈子 很多人说 我一定会比这儿过得更好 实际上能不能呢 当然不能 不可能 真的让你重活一次 你能不能比这次更好 那很多人会这样想 认为可以 那问题在哪儿 就是 我现在活到当下 知道了很多道理 如果回过头来 放在那个时候 不懂的时候 我一定会处理得更好 怎么对人对事 对生活的方方面面 实际上 那个时候 以前你不懂 还是不懂 它随着年龄 随着经历的事 才会不断磨码你 所以说 我这一辈子无怨无悔 这种听起来潇洒 实际上 不存在 只能说 你当时如果尽心尽力了 那 勉强先安 安一点而已 那么 主播现身说法 最多有遗憾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 不是我自己的事 要是 别人对我好 我没来得及偿还 感觉 对不起别人 那心理亏欠 这一层 是很难过的 有些人可能 不认为这个重要 我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那他那样 他是活该啊 我聪明啊 那都是小 心思小伎俩 那至少是要还的 你不懂这个更大的道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我至今截然一身 先前说过 很多方面都有大灾 几乎现在人所追求的方面都有 但是 最重要的 最过意不去的 这一生 都无法 弥补的 就是 子欲 养 而情不得 实际上 到我现在为止啊 也没有太多的 更好的 能力去 弥补 最好的 最好的 奶奶 我奶奶 那真的是 慈眉善悟 对全家人都好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 人 没有几个 就是他 心底 真正的愿望 他没有达到的 没有实现 就走了 也是 考虑 全家考虑 别人的 所以他走了之后啊 每每 尤其第一年 把所有的眼泪都 自己默默的流干了 那在后面 就有他的白位 那他用他的方式 对你好 实际上 有的时候 不一定有用 但是这一份 情呢 至少没有伤害到你的话 没有实际上 伤害到你的话 那这个情 就是情 你也可以说的 难听 就是情感 所以心里始终是 各舍不醒 他就那么一点点愿望 家里没有人帮他实现 甚至 没人知道他的愿望 我知道啊 所以我 心更重 更难过 那就那么一点点 小小心愿 还为别人好 如果是非要挖出 他自己 还有什么小的心愿 那不过是回老家看看 顺便看看少年 没人